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蓝牙扫描器的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扫描器的窗口 那在扫描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红色的光线从这里闪出 大家可以看到 扫描器的窗口后边呢,是三个指示灯 三个指示灯,一个是蓝色的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闪烁呢,代表我们这个扫描器出于这个蓝牙配对的模式 那红色的指示灯如果亮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扫描器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那还有一个绿色的指示灯 绿色的指示灯,只要我们扫描成功的话 就绿色的指示灯会指示 那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后边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按钮 我们在扫描条码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按这个按钮就可以扫描 那OK,后边的话侧面是一个风鸣器的出口 那扫描成功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声音的风鸣器会指示给大家 那在后边你可以看到是有两个接口 其中这边的接口是一个microUSB的接口 那这个接口大家可以用标准的这个USB数据线插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这个扫描器进行充电 那同时插上,如果把这个线插到电脑上的话 那可以立刻把这个扫描器变成一个USB的扫描器 那这边还有一个开关按钮 这个开关按钮可以如果在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拨到这边来 那它可以节省电力 那我们这个扫描器呢可以带机就可以无线带机的 那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孔 它可以去接一个挂绳 这样这个挂绳你可以挂在这个胸前非常小巧的 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它的体积 我这边拿的是一个这个ZIPO打火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积和比这个ZIPO打火机体积还要小 谢谢大家